好,那相反的,如果想表示那个病情很严重呢 医生可能会这么说 我的意思是,她病得很严重 它病得很严重 好 那在解释完病情之后呢 医生可能会告诉你 你需要一些治疗的方法 你需要怎么怎么做 那就用到了这个句型 你需要怎么怎么样 好 那在后面要填什么呢 就是一些治疗方法了 想吃药 雷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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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针 加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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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 加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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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レッ 这个动词呢 它表示的是吞的意思 把食物吞进去 那吃药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不会在口中咀嚼吧 一般都是整颗的那样吞进去 所以吃药呢 的简直是レッ タナム 大家要注意 全部在于当中动词的选用 像我们之前说的看医生不是 不是 グルーペ 而是 グルーペ 对吧 打针是 タナム タナム是药嘛 它是插进去 那个意思 所以打针的时候 是把针管插进去 所以就是 タナム 打针 打药 打针 手术是 ヴヤ ガ 它原本呢 是表示解剖的意思 听起来好鲜心 那那个 ガ 它是表示 切啊 肚啊 斩啊 的意思 那 ヴヤ ガ 它是表示手术啦 那 住院 它是 デ 是表示睡觉嘛 我们有说过了 是那个 表示医学啊 医院的医生呢 的时候 也会用到这个词 那 デ ベ 就是住院的意思了 好 那我们就可以 在这句话的下面 加上这些治疗方法 比如说 Lokt Rø Lek T' Nang Lokt Rø Jakt Nang Lokt Rø Yaggat Lokt Rø Lek T' Nang Lokt Rø Lek T' Nang 那 在看完病之后呢 医生呢 会给我们一些嘱咐 告诉我们要怎么吃药 怎么打针 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 那 接下来呢 我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组 关于医生呢 介绍给你 这药要怎么吃的时候呢 他会说一些什么 大家先听我读一遍 Lokt Rø Lek T' Nang Nang Lokt Rø Lek T' Nang Nang Lokt Rø Lek T' Nang Nang 这种药 Bla 使用 Bla 使用 Un D' Nang 四次 Kno Mui T' Nang 一天 这种药一天用四次 Mui Kruat Mui T' Nang 每次用一片 Kruat 又表示的是 一颗一片的意思 好 所以整个句话是 这种药一天吃四次 每次吃一片 T' N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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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 Bunt D' Nang Kno Mui T' Nang Mui Kruat Mui T' Nang Mui Kruat Mui D' Nang 如果我们 通过这个句型 就能知道 要怎么吃药了 所以呢 我们演做一个替换运行 把下面这三组数据带入上面的句型当中 第一组是 它分别表示的是 这种药一天用四次,每次吃四片 还有这种药一天用两次,每次吃三片 这种药每天用一次,每次吃两片 好,那我们刚刚在治疗方法那里提到的打针 那打针呢,一针呢,有时候也需要叮嘱我们 怎么打?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另组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 每天一天 一天打三针 drop knia drop knia 它是表示 连续的意思 连续的意思 drop knia 就是连续三天 所以整句话的意思是 一天打三次针 要打连续三天 或者是 好,除了这些治疗方法 医生需要盯住我们之外呢? 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医生还会告诉我们一些 注意的思想 譬如说,多穿衣服啊 多喝水啊 还有充足的睡眠啊之类的 那以下呢,我就列举了一些 关于饮食方面的遗嘱 大家先听我读一遍 sna son lop niang mohok ahaha aoi dek jian thamata sna son lop niang mohok ahaha aoi dek jian thamata sna,它有表示建议的意思 son,我们说过了 它是前日语气的前面 它是一种客气、礼貌的用语 lop niang mohok ahaha m mohok ahaha是食物 你吃食物 就是你进食 pao yi dek 就是 dek是少的意思 jian thamata thamata是正常的 平常的意思 就是 请你进食 比正常要少 就是 就是 请你最近吃东西少吃点 的意思 sna son lop niang mohok ahaha aoi dek jian thamata 好,那下面呢,一句是 haoi gong niang mohok tai miang khalan bay 好,这有一个生词就是khalan khalan的意思呢,是 就发痰是 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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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禁食 並且不要吃過於容易的食物 好 我們繼續下坦 這一句是 它的意思是 你要多喝水 最後一個動作 後面加 再加形容詞 這個動作是要修飾這個 然後多喝水 我們再往下面看 這裡面也是有一個稱詞 它是表示蔬菜的意思 它的意思是 少吃肉多吃菜 少吃肉多吃菜 好 那可能這個病人得的是一些關於消化的疾病 那醫生就會建議他 最近吃少一點 吃得清淡一點 多喝水 少吃肉多吃蔬菜 好 最後呢 我還是給大家補充一下 如何向醫生描述病症 因為描述病症非常的重要 不然醫生呢 就沒有辦法給你開藥 幫你看病 那麼病症有很多種 所以這邊呢 我就單獨挑出來給大家看一些比較常見的病症 像第一句 像第一句 那我們剛剛學過了 它是感冒的意思 那 它是表示一點點的意思 那這裡就是 我有一點感冒 如果你想跟醫生說 我有一點發燒 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想表示 我有一點拉肚子 其實這個 的那個 也是用來作為一個配音詞 所以它有意思的部分就是這個 它就能表示一點點的意思了 就是有點拉肚子 有點拉肚子 好 如果你想跟醫生說 我最近不停的咳嗽 zit 臭臭 它是表示 a 停止的意思 臭本身 就有停止的意思了 臭 是戰力的意思 所以呢 我不停地咳嗽 我想吐 吐是這個詞 咳嗽是个 大家不要搞混了 我們跟醫生說 我有鼻塩 他有發言的意思 它是鼻子的意思 鼻子发言就是鼻言 好,如果你跟医生说我过敏 好,那过敏有时候就是全身发痒了 或者说你不知道接触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要跟医生说全身发痒 knyom roma group online klun 好,knyom roma group online klun knyom roma group online klun 像这个roma它就是有发痒的意思 knyom roma group online就是每个地方klun 身体身体的每个地方都在发痒 就是全身发痒 knyom roma group online klun 我扭到脚了 扭到这个动词呢是选用这个 knyom roma group online klun 我扭到脚了 knyom roma group online kl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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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指 受伤的意思 knyom roma group online klun knyom roma group online klun 就是有一个被动的 表示他受伤的意思 好,那下一句是 他的手腕骨折了 好,Bab的意思呢 他有那种折断啊,蛇啊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把一条木棍折断的话 它发出那个声音,也很像这个Bab的声音 好,那Go Dai Go是指脖子 那Dai是指手,手的脖子是指手腕 那Qiang,这个Ko要去掉 Qiang,他不是的是呢 骨头,他手腕的骨头折断了 就是他的手腕骨折了 Qiang, Go Dai, Go, Ba, Hai 好,那么在描述病情 学完之后呢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亲戚朋友啊 过来问我们询问一下病情 就是,你还,就是病友 就是亲疼好友会问你 你还发烧吗?你病得怎么样啊?什么时候好啊?之类的 那,就先看第一个例句 它原本表示的是,你还怎么怎么样吗? 你还发烧吗?或是,吃个吧,点得 还头痛吗?吃个吧,点得 还头痛吗?或者是问别人 你难提问了吗? stom, come down, how you don't know stom, come down, how you don't know stom, come down, how you don't know 我是问别人多少度 歌帮忙碗撒 或者是帮忙碗撒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挑出这个srur 来给大家主动讲一下 之前呢 我们也遇到过 它是表示舒适的 舒服的意思 那srur 它也有表示 那个病情好转的意思 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寄耳 它是表示康复 康御的意思 那srur 它是表示病情好转的意思 我的病情未见好转 或者说 我已经好一点了 srur 如果呢 像刚才亲朋好友他们问过我们 我们的海头痛吗 还怎么怎么样吗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srur的相关句子来回答它 好 为了让大家更熟练的掌握这些句型呢 我就挑出了几个句子来给大家做一下替换念情 第一句 第一句 他身体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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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把这个sokakpied的词 替换掉其他的词 像是表示的是心情 表示的是脸色 像我们想说 他心情不太好 或者是我们想说 他脸色不太好 他好像有点病了 好,像我们一开始表示的是 他生病了 那我们可以替换掉下面这三个词 是生气的意思 是生气的意思 他生病了 他生病了 那撒他是笑的意思 撒笑 我说 他笑了 他笑了 那用就是哭的意思 他哭了 他哭了 好,那我们问别人 你测体温了吗 那我们可以替换掉下面这两个词 哇气温是凉血牙 比那气温是厌血 那我们问别人 你凉血牙了吗 哇气温派有的呢 或者是你厌血了吗 比那气温派有的呢 哇气温派有的呢 比那气温派有的呢 好,那在熟练的运用呢 那上面这些词语之后呢 我来给大家看一些对话 面切人来拿 这句应该是医生说的 你哪里不舒服啊 面切人来拿 那病人就说到了 比那天的词 比那天的词 就是这两三天 比那天的词 我好像 有点发烧 就是这两三天 我好像有点发烧 好,下面一句是 那Jungal 表示的是 有时、有时候的意思 它表示的是 右边的意思 就是有时候 我右边的肚子会痛 好 那医生呢 可能就会指示你 去量体温 他就会这么对你说 好 那这句子呢 生词比较多 首先这个 Stom gong dao 我们之前学过 是两体温的意思 到它是表示 交的意思 那两体温的交 它其实是表示 那个体温计的意思 ground是在什么 下面的意思 clear clear是指 腋下 腋下的意思 所以 ground clear 是指腋下 就是 请把体温计 放在腋下 son dao stom gong dao ground clear 好 医生就可能 就会告诉你 kong dao samsa prampai om sa com la kong dao samsa prampai om sa com la 是多少度啊 这里是 对啊 是38度 半 38.5度 好 look dao kluemeng 就是它的意思是 你真的发烧了 你真的发烧了 好 kong lai knyom saan kok ni chö d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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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sa kok ssamsa kok 表示的是 恩呀的意思 就是 我摁着的这里痛吗 可能医生呢 觉得你是肚子 哪里不舒服 他就摁着你的部位 如果你说 这里痛吗 kong lai knyom saan kok ni chö dey kong lai knyom saan kok ni chö dey 有点痛 kong lai knyom saan kok ni chö dey kong lai knyom saan kok ni chö dey kong lai knyom saan kok ni chö dey 在学习完刚刚那组对话之后呢 大家对于怎么看医生呢 怎么描述病情呢 还有听懂医生的医主啊 都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了 那么在最后呢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景谷寨的医疗卫生 景谷寨呢 它的天气是十分炎热干燥的 那因为呢 它是地处于热带国家 所以呢 大家去到那边呢 要注重防晒 否则呢 容易出现中暑 晒伤等等的一些疾病 同时虐奇和灯格热呢 也是常见的疾病 当然呢 如果你带在一些旅游的大城市啊 或者是首都的时候呢 这种病是很少见的 可是如果你想跑去山下玩啊 可能他们的卫生 并不是特别的好 你可能会感染上 虐奇 灯格热这些疾病 所以呢 你在去这些地方之前呢 最好询问一下医院 需不需要打疫苗 那我们去到 金布寨旅游 或者生活的时候呢 需要带一些药品 比如说防众鼠啊 腹泻啊 热伤风啊 还有消炎的药就可以了 好 那么今天 关于看医生的这个主题的讲解呢 我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